Imit 13日公布了计划于2022年播出的节目列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信息是Quindom 2 于2022年确定了开播 Quindom是2019年Imit首次正式推出的女团生存节目 出演人员包括Mama Moo、AOA、LoveLess、Oh My Girl、Jayada、朴春 六队的演出舞台相当精彩 虽然最终获胜的是Mama Moo 但对于Oh My Girl和Jayada来说 也是他们成为顶级女子组合的跳板 Quindom 2的放松计划确定后 已经有好几位女团被提名为出演阵容 包括Vicky Mickey、Dreamcatcher、Vermis Night、Weekly、本月少女、Mumuland、Cherry Booth、Everglow的 出道依旧却没能活起来的组合 像Quindom的Mama Moo一样 JayP女团一集和Twice也被提名 出演型女团一集得到了最适合出演Quindom 2的评价 在2021妈妈舞台中点击率最高也证明了这一点 Twice作为展现华丽表演的女团 在2020妈妈上展现的Cry for Me 超越防弹少年团暗舞台创下了最高点击率 但是也有很多人主张 Twice和一季在业界已经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因此没有理由非得出演Quindom 2等生存节目 大家怎么认为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此外 最近有机构以想念鼎盛时期的外貌 看起来需要自我管理的明星是谁 为主题进行投票的结果是 在女明星的投票结果中 宋志孝排在第一位 定言排在第二位 志孝一位最近出道20年以来 她以超短的发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让粉丝们的议论非常激烈 女艺人中 idolTress出身的定言排在了第四位 也是继宋志孝之后 女艺人中的第二位 此前 定言因为健康问题 两次发表接受治疗因药物关系 身材发胖 才会出现这种结果 不过这是不是对艺人太苛刻了 生病养身体 还要被说管理不行 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关点赞和订阅哦